所有的法案 我們都會討論跟協商 反正我們黨內一定會 有一個完全的一個共識 對比日前副官期 承諾花蓮相親 這個會期7月16前 一定要花東交通三法 三讀通過 如今態度相對保守 強調黨內會有共識 因為爭議法案 已經讓黨內多有意義 所以不會在7月16之前 我沒辦法回到這件事情 我說應該召開參觀學的 一個專家會議 也不少委員的認可 先前一場的四次的衝突 我們應該都是已經筋疲力緊了 所有的討論 都可以在委員會詳實的討論 毕竟立法院長韓國瑜 才剛揪欄尾吃飯 傳出韓國瑜判暫緩推動 衝突法案 必須在委員會進行詳實審查 毕竟高達2兆多的 花東交通三法 未經可行性評估 加上高額經費 恐怕排擠其他縣市權益 不僅藍營黨團有不同聲音 新人隔魁竹龍泰3號晚間宴請 律委聚焦必須擋下花東交通三法 前坑法案對於國家交通建設的 這些程序造成的傷害 行政立法一體 大家團結 分進合集 面對綠營立組副關起把矛頭對準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五月十六號 柯建民就是希望五月十七號 不要排國會改革的這個法案的審查 希望是以這個花東兩項交通建設 先來做運會的處理 因為國會扣前法案 我們要求學長都沒有學章嘛 所以我說那我們先來處理 花東這個傷害 那個條件比較少 先搶看看嘛 但是他們不肯嘛 我怎麼可能跟他交換 柯建民同批復寬期顛倒是非 而民眾黨日前回應花東交通三法 強調沒有不支持的理由 而復寬期強推兩兆前坑法案 是否能過黨內機關 恐怕還是未知數 下禮詢問黃新成馬 月管SN小組台北報導